小吃灘煮麵的手沒停過 因為不只現場坐滿客人 還有這一整排民眾 也等著點餐 看來不起眼的店 客人這麼多 全是衝著這超便宜的麵食 這麼一碗餛飩湯 撈起來有五顆餛飩 竟然只要十塊錢 小東西都實在 年輕人說的 西米紙送很高 看看菜單 餛飩湯、蛋花湯 真的都只要十元 銅板價 韭菜水餃一顆只要兩元 湯麵乾麵大碗的 也只要三十元 滷菜隨意 就是客人隨意點 價格一樣超便宜 沒有啦 我就讓自己說 請人不好了 看看民眾點這桌菜 乾麵二十五元 水餃十顆二十 餛飩湯十元 一盤滷菜四十 可以吃得很飽 盡然百元有找 儘管很評價 老闆強調用的肉 是上等豬肉 小吃灘老闆說 因為店內員工都是自家人 才有辦法維持這樣的價格 網友稱讚這根本是 超佛心小吃店 但老闆很低調 就怕一報導更多人 害老顧客吃不到 三日新聞李世宏 陳嘉雲 台南報導